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台中市政府超前部署 推出线上教学演练 第一场由46所公司立高中职同步举行 估计约3万多名师生参与 是台中最大规模的线上教学演练 市长卢秀燕也特地前往清水高中视察 和学校一起线上学习 希望透过停课不停学的措施突破距离限制 让学生在防疫期间学习不中断 我刚刚那个领工那个在上电学 市长们拿着手机观看线上教学 觉得新鲜又有趣 这一次主要使用的线上视讯 教学软体Google Meet 让市长们除了能够在家上课教学 也能线上观看学生们的上课情形 与大家线上互动 建立更多元的教学管道 过程是很流畅的 然后呢老师可以随时 Cue哪位学生去发言 去回答问题 那学生呢他只 如果他有问题要提问的话呢 他也可以把他麦克风打开就可以发问 所以基本上如果就互动性来讲的话呢 跟在课堂上的互动是很接近的啦 因应新冠肺炎疫情台中市府朝前部署 举办线上教学演练 市长卢秀燕这天也特地到清水高中和46所学校一同线上学习 卢市长也亲自试用教学软体 随机在线上与学生市长互动 万一万一要停课的话 我们的宗旨就是停课不停学 绝对不能够耽误孩子们的学习跟教育 我们超前部署 那我们台中市连续三天要进行全市性的线上教学 压力测试 台中市线上教学演练分为高中职国小国中3T次 目前高中职部分已演练完成 后续国中国小也预计在5月4号5号登场 是否希望透过线上教学演练 在防疫期间也能顺利达到学习不中断的目的 这两位台中采访报导